來做做題目吧 這裡有一個圖 問你 就是以後考試考的樣子 畫一個圖問你這個問題 問什麼呢 看圖說故事 誰高壓誰低壓 誰高壓誰是高氣壓 誰是低氣壓 就看那個標示 請問你 誰高壓誰低壓 來 這位帥哥或美女叫做 珊珊 珊珊 珊珊起來 你可以站起來告訴我說 你不會 你就不會 算請坐 看標示就知道了 假那個叫 1996越往中心越低叫低氣壓 以呢外面 1012然後1020然後越往中心越高叫高氣壓 然後你看出來誰高壓誰低壓 結果後面的問題可以問了 請問你誰上升誰下層 誰晴朗誰英語 還可以再問誰市中誰逆時中誰懸出誰懸入 OK 那誰上升誰下層 誰上升誰下層 可愛小女生有嗎 有10號 誰上升誰下層 誰上升誰下層 假是上升 假是上升也是下層 請坐 我前面要你記過 對不對 我剛剛講還可以再問什麼 還可以問你說 誰晴朗誰英語 還可以再問 誰晴朗誰英語 還可以再問誰市中誰逆時中 誰懸出誰懸入 誰晴朗誰英語啊 誰天氣怎樣啊 天氣如何啊 你已經知道誰高壓誰低壓 你就會啦 因為我前面要你背過啊 29 29 又來一個站起來昏迷狀態 然後不知道我要問什麼的 假是低氣壓所以它是上升氣流 上升氣流會容易造成陰雨的天氣會下雨 雨是高氣壓高壓是下降氣流 下降氣流就不用有雲 所以就不會下雨 所以是晴朗的天氣 我剛剛跟你講過喔 考是這樣子考 畫一張圖就問你 誰高壓誰低壓誰晴朗誰英語 誰出時中誰逆時中 誰懸出誰懸入 誰上升誰下降 就是問這些 你把前面該背的背完就知道了 就會了 OK 下一題比較怪 就是他問你 風向是怎麼樣 我直接報康軒板的答案 康軒板爆西南風 可是不太對 為什麼不太對 如果你要去看等壓線的話 這個 這個是一千 這條是一千 這條是一千零四 所以風應該吹進去 應該要垂直等壓線 北半球向右邊邊 比較像南風 到不了西南 除非你是這樣子畫 從以連過來 然後畫了圓圈圈 然後再去做切線 那就可能是西南風 可是理論上 有等壓線應該怎樣 看等壓線才對 所以他答案有點不太對 那我猜想是 他覺得這個是夏天 所以他就告訴你 這要做吹西南風 吹到西南風 後來應該是 有等壓線看等壓線 沒等壓線才去畫圓圈圈 畫圓圈來判斷 所以這就是 我們的動腦時間01 跟各位問一些可愛的小問題 就是考試愛考的問題 畫一張圖 然後問你一坨拉庫 這在我們最後教天氣預測的時候 我會再說一次 我會快要問大家這問題 有人有問題嗎 沒有很好